那你們剛剛講說認識七年的好朋友 然後拍這部戲 你們覺得不管說往哪個方向 你們覺得拍完之後 你們之間的交情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就是你會對他願意分享不一樣的東西 甚至當然甚至有一點點覺得 未來有機會往情人的方向發展 或者是朋友的交情變得更好 各種方向都可以 我覺得有耶 因為以前我跟正迪認識他七年 因為我就是偏冷淡的一個人 非常冷淡 多冷淡 就是變真的變很熟了 我們才去找以前的訊息 以前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時不時就是看到他臉書發文 然後心情不好 我就跟他說加油啊什麼 他很多都已讀不回 不然就是隔兩天才回 謝謝 因為他在回其他男生啊 我會回他貼圖啦 超敷衍的 我剛才不要回好了 難怪單身七年 因為他小我七歲 我一直都覺得說就是 欸這是一個好朋友 就是好朋友但不會一直聯絡啊一直幹嘛 就是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 然後他常常會很貼心的 逢年過節就會 關心過 長輩圖嘛 送禮盒過來是不是 對 所以其實我很感謝他 因為他這樣子在維繫這段朋友的緣分 所以單方面維繫嘛 對啊很辛苦耶 我會回貼圖 哈哈哈哈 但也好險我有維繫 不然我們這部戲可能也沒辦法拍得那麼好啊 所以拍完之後我覺得 我覺得他從一個男孩變成一個男人 你說戲中嗎 對對對 跟本人也是 嗯 他其實是滿思想很成熟的一個男人 啊我就是可能在他眼中從一個男人變成一個女人這樣 哦 對彼此的認識也不一樣 有有有完全不一樣 哇你變性了耶 變性了耶 好厲害喔 對啊我接掉了 對啊 我跟正迪認識七年了 但是就是覺得這一次居然可以一起拍戲 嗯 這就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那這一次跟認識這麼久的一起拍戲演的是情侶 會覺得 這個有點怪怪 有怪怪嗎 我們在開拍前就是我心裡想著我要跟楊曉怡談戀愛耶 對好不舒服喔 那你會想到郝紹文的臉嗎 哈哈哈哈 這倒不會 不是因為正迪他那時候導演跟我說是 男主角 然後因為我翻了劇本 MAYA就是有吻戲這件事情 哦 然後我就想說 吳正迪MAYA認識他七年了 就是很奇怪 所以其實我就是克服了吳正迪一陣 怎麼樣去克服這件事 因為像我之前跟楊明薇拍戲 我們兩個很好 然後重點是我們還同月同日生 哦 對然後我們在拍愛情戲之前呢 我們每一天都像兄弟一樣這樣相處 結果呢有一天你就還是得面臨到吻戲這件事情 對 然後呢前一秒就說欸不是我幹嘛 然後下一秒吻是在那就開始親 然後我那時候當下就覺得完蛋了完蛋了 我現在這一刻真的是他女朋友 然後我還這樣 都洗一口氣然後眼睛閉著 趕快親下去親親就結束了啦 就是我會心裡會會有這種 我沒有辦法跟我的好朋友 我太了解他然後他還有老婆跟小孩 然後這件事情會在我腦中揮製出去 但是還好是因為導演真的很貼心 他把那場吻戲是排到幾乎是快殺青的那幾天才拍 所以你的感情已經累積到最濃烈的時候 應該說我跟正迪都已經很進入那個佳佳跟安導 他的角色是安導 是一個默默守護著佳佳非常多年的一個痴情男子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都已經進入角色之後 然後又敢拍嘛 就是身心靈都頗疲憊的 所以其實在拍那場戲的時候就 沒有辦法有其他特別的情緒 他非常緊張 這是我第一次拍吻戲 你怎麼樣克服這件事情 剛才是女生的視角 那男生呢 男生會覺得說這個姐妹兄弟有差嗎 有差 我到現場非常緊張耶 你現在幾歲啊 27 可是總覺得你看起來是很活潑的小男生的感覺 你有演過那種很認真的感情戲嗎 很認真的感情戲 就可能跟你的個性比較不一樣的 沒有耶 其實我很活潑嗎 他的個性其實是個死阿伯 我那時候在看日劇時代那一部的時候 每一個表情 對啊那個角色啦 對那個角色 然後又看到這一部戲光看預告 就覺得你也是很多鬼頭鬼腦的感覺 其實跟我很不一樣耶 那代表他演超好的啊 很棒啊 對啊 就演跟你完全不一樣 演員好玩就是在這吧 在表演的時候你可以 做別人 做不一樣的東西 他也不沈默寡言 他就細細量那種 沒有他是一個很細膩的人 然後他會把他腦中所有的計畫 想法跟沒有做好的事情 或是接下來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SOP就會一直在嘴巴一直唸 等一下我要這個 這個還沒弄好沒關係 那這個就算好 這個呢 就是你知道會一直 他會講出來 他會講出來呢 哇 我們在白文系的時候也是 我就在想那個人家機器要懂 那我待會就是我不要只碰到嘴唇 那太假了 我臉要怎麼動啊 那你不能自己在腦中想就好了嗎 你一定要講出來嗎 我也不知道耶 你是在跟他溝通還是在跟自己溝通 但是我跟他合作非常舒服 因為他把他所有的想法都會講出來 然後我們之間算是滿有默契 因為其實在戲裡面的這個角色 很多東西是一些即興或是眼神 那政敵的眼睛很有戲 所以有的時候你在光看他的眼睛 你就大概知道他接下來 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是表現 所以我覺得演員之間的默契 這種東西很難得 真的 真的 能夠遇到這樣子 就幾乎不需要怎麼樣 猜測對方的想法 因為有些是 他到底想幹嘛 他到底現在想幹嘛 對 非常多 這部戲很多即興 然後加上跟導演 林洪杰導演他也是一個會現場看演員要幹嘛的人 他常常會丟一些功課給我們 就是這顆鏡頭已經演完了 他就故意留個幾秒鐘 然後他就是要看你最後會幹嘛 很多導演其實都會做這件事情 他就故意不喊咖 對 他們想看有沒有什麼事 他們沒想到的東西 你知道楊曉黎就是他最近的作品當中 讓大家徹底對他改觀是 他在拍那天之嬌子的時候 他有跟陳千文有一個激烈床戲 那個床戲的影片 在三立的頻道上面 那個點閱率之高 驚人之高 我真的覺得那個好誇張 我自己看都覺得很害羞 所以拍了那個之後 你有在擔心什麼尺度啊什麼的嗎 其實我覺得好玩的是 你看我那時候天之嬌子 是我就是要勾引人家上床 所以我就是沒有真愛 他就是只是要激情 那種東西反而只是肢體跟肉跟肉的接觸 對 但是我這次跟正題拍的吻戲 我覺得是我就是拍戲以來 拍過的吻戲裡面 是真的要投入感情的 因為之前可能你結婚的戲嘛 就是新郎新郎親一下嘛 或者是可愛的親一下 但是這個是認真 是深情 而且還是就是很重點的戲 而且我們第一次接吻是戴著口罩 口罩舉吻 還要用感情的口罩舉吻 然後兩個人還掉著眼淚 就真的是親一下這樣子 啄一下 你也不可能這樣 我們親蠻久的 戴著口罩這樣磨 這是哪一個意思啊 親到口罩都濕了那個意思